我想和大家谈一下张玉镜这个中共典型的炮灰 那么我们看谍这片一般都是觉得 因为今天谍有国家机器的后盾 它的伪装一般是比较完美的 但是张玉镜的表现让我们大跌眼镜 它可谓是漏洞百出 漏洞之一就是它进入海湖山庄的这个理由 它的理由说了好几个 最后的一个理由 它是说要参加联合国友好联谊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联谊会是Cindy Young召开的 那么Cindy Young早就暴露了 然后他的新闻搞得沸沸扬扬 这个联谊会早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这是一个可笑的漏洞 第二就是说张玉镜携带的物品 他携带了两本护照 四台手机 一台电脑 然后是一个油盘 还有一个这个油盘里面还有病毒的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间谍的漏洞 因为一般的商人他不会携带这些东西的 第三就是说他那种他的英文的水平上下的波动 因为他刚刚进入海湖山中的这个一个门混过关的一个伎俩 就是说哎呀他的英文表现能力不好 然后就是他门位就是怕得罪里边的那个客人 就让他先进去了 那么在后来的指纹当中 他表现出非常好的英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那么这些这些漏洞呢都指向他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女商人 但呢他也明显他不是一个高级的啊 也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间谍 那么他呢大概就是一个英语水平良好 但是呢经过中共短暂的间谍训练 在一些仓促准备下的一个炮灰型的间谍 那么如果他是高级间谍呢 中共肯定会给他匹备一定的资源 至少呢会让他有一个比较正常的途径啊 进入海湖山庄 那么这种炮灰型的间谍呢 最近美国还抓了一个至少报道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只有20岁的留学生 那么他的破绽呢 就是说他的手机里面全都是美军基地的照片 没有一张任何啊旅客的这种风景照 中共一直有把妇女和孩子做炮灰打前证的这个传统 那么在所谓的解放战争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把妇女和孩子放在队伍的最前面 我们中国人妇女孩子 千万不要再做中共的炮灰了 谢谢